大家好 我是橘子姨妈咪 橘子和姨都上学去了 我今天送完姨上学去以后 去买菜 然后路上看了一下手机 才知道今天要去参加橘子的教授会 第一次进他们学校 他在教室里面去看 他那个教室真的条件挺差的 风扇都没有一个 夏天肯定很热 然后他那个桌椅真的真的好辣 都很旧 特别是橘子那个 那个抽屉下面都是烂的 桌面全都是凹多不平的 都是以前的小孩子 刻了东西啊 写了字啊 挖了一块啊 但是我看那个黑板还行 也有电脑那些 估计教学还可以 他们那个班主任 看上去才学校里出来的一样 几十度睡梗 好年轻啊 所以在我报名的时候就发现了 学校的老师都很年轻 特别是依依他们 他们小学校的老师 我都没看到一个比较老一点的 都是年轻的 现在老师都很年轻啊 然后今天去呢 老师就主要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他们今年的学习目标啦 然后我们在家里要怎么做啊 家长要做些什么呀 要多关心一下小孩啊 然后他说他们 我们主要还是以语数外 三门课为主要课程 然后我像那个物理化学啊 政治那些 还是不是特别重要 还是先学好那个 语数外 还讲一下费用 我今天才知道 除了报名的时候 那八百多块钱以后 等到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 还要交几百块钱 是不是除了正常课以外的课 什么早自习晚自习啊 什么的一些课 我也不懂什么课 到时候要交钱 然后还有个费用 是我很很乐意交的 去双手赚成了 就是他老师说 要买一个盐水机 给他们买水后 这个我很同意 但是老师说 要征求同学们的意见 但是他们班 有一半的同学都不同意 他们要自己买水喝 这样他们可以买饮料 可以买自己喜欢的水 我是真的不同意的 我一定要徐指是同意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想到的 就是餐费 我以为报名说已经交了 他们没有交 他们也是跟外面一样 一个月一交 自己交 是充卡的 他们有个校园卡 可以进出校园 也刷那卡 然后吃饭 也用那个卡 吃多少刷多少 一个月充个两三百块钱 我觉得橘子就吃中一顿 应该十块钱应该够了吧 一定一个月下来 应该两百多块钱吧 这一点跟外面的餐费差不多 但是总的来说呢 费用还是比外面便宜多了啊 今天进去啊 我发现橘子又坐在后面了 我都没见他坐过前面 我问他 是不是你学习太差了呀 他说不是 因为他个子高 而且他说 他同桌就是班长 不差 他们班是 除了一班以外 最好的一个班 他们最总共有五个班 这是他考试分班的时候 分的 应该是不太差的 他们班女生比男生多 这回去就可以多叫些朋友了 看他跟同学们相处得好像还不错 挺融洽的 这我就放心了 希望他在学校好好训练